所说的改变可以创意到什么样的程度 比如说它的火车站是可以以6万9千个LED灯组成的 像俄罗斯魔术方块一样 它的公共汽车站也令人非常的惊叹 因此得到了德国IF的设计大奖 还有它的人事洞这是很有名的卖场 到那个地方去呢 你到处可以找到IT服务的 就是不断的可以在里头可以使用各种网络通讯 各种宽平合一的各种服务 而且你还可以留下你自己的影像 然后甚至呢在他们的郊外重新恢复了 原来当时韩国贵族的一个可以远眺汉江 远眺整个首尔市的地方 他们还称之为这个很像巴黎的蒙马特 现在的首尔的面貌完全不一样 就是准备迎接G2011月的时刻 它要让全球的领袖看到首尔这个城市 在亚洲崛起的改变 偶然行经首火车站前 目光就此停住这面墙 再次专程造访 6万9千个LED灯 无穷尽的排列组合 竟然自顾自地挽起了俄罗斯方块 墙里面的上班族又是什么心情 干脆演给你看 这是南韩景湖亚洲集团总部大楼 不远处公布门的创意也精彩 这座尖端媒体公共汽车站 为首尔集出满贯全雷达 连续赢得德国IF设计奖 红点设计奖 与国际杰出设计大奖 不仅可以显示公车运行状况 以及时间 日期与天气 嵌在透明玻璃里的36400根LED 可以自由变换图样 甚至就是一部巨大的iPad 摆脱为人忽略的角落宿命 成为一座明亮安全 融合科技与文化艺术的公共场所 让十年至十五年之前 企業에서도这样 Design is Cost, Design is Value 这两个都一直连返了 现在任何企業也比较 Design是 Value 가利 这种式就是 经济的行动 企業的僅僚只要 企業的设计 我们想做成了 冰冷的现代大楼有了与市民互动的表情 公车站不再只是铁板一块 Mobility更强 四年多前文献的世界周报采访韩国 就对他们力推的Ubiquitous印象深刻 挟着强大的IT背景 手握以自动化科技提供各项城市服务的愿景 果真全面落实 人寺洞里一个高人气的综合商场 有各种贩卖饰品 服装 工艺 摆设的小店 楼梯上一处有趣的机器 对旅人来说是在贴心不过的设计 你在这边你可以录下一段画面 变成你在韩国人寺洞游玩的一段经历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发送回台湾 同时也可以让国内的观众了解到 韩国一些相关艺术市集 还是其他景点也好 有一些非常人性化 而且非常科技的一些设计 OK 我们现在拍摄已经结束 接下来我们就发送邮件 大街上也有类似发送电子明信片的装置 旅游资讯中心里纸本地图之外 电脑荧幕更方便游客以触控拖曳方式 找到购物餐饮的目的地 比如说我们按一下传统茶楼 哪里有 这边有个点老茶楼 一按下去 立刻画面跟着跑 他这个穿着传统服装的人 也跟着跑到所谓的老茶楼地点 我们再按一下 老茶楼的资讯就出来了 他这边还有一些简单的 泡碰的画面 然后简单的介绍 电话还有地址通通都有 这边有他相关的照片 设计作为一种手段 最终还是希望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 如果能多点趣味 添些幽默更好 比如汉江边上清潭大桥旁 一座高挂空中的建筑物 里面有咖啡厅 餐厅和展览厅 外形像毛毛虫一样扭曲 名字就叫做J-Bug 的字幕 现在会棒家繁稿的 里面相关的 鑫尽影师 以前是 左右 analyze 山形四骆驼得名的洛杉公园 有首尔蒙马特之称 是朝鲜时期贵族野游之地 日剧石大举破坏后 在本世纪初重建 可以远眺首尔市区 也是韩剧场景 步道设计用心 老人与狗让人玩耳 周边平房老麦似眷村 一斤彩绘整个活泼年轻起来 看似陡峭的阶梯 爬满鲜艳花朵 让人忘了上坡的疲乏 设计无所不在 工地围篱不必污浊泥泞 也可以成为都市别致的窗景 首尔肯定拥有全世界最美丽的艺术围篱 第一次造访的观光客 途经市政府一定以为 这一栋金属质感 曲线流动的大楼 就是市镇中心 其实它不过是浮面具 巧妙遮盖住那里敲打中的工地 呵护着一栋全新预建筑的成长 设计首尔当然并非无往不利 今年市长选举中 这栋建筑物的主人 就只以些为票数显胜对手 反对党蒙批设计政策 甚至出现反设计的团体和主张 这些设计政策的设计 吳世勋没有退缩 年底照原定计划 推出首尔设计节 国际设计师打造了场馆 要吸引上百万的游客和国际买家 同步打造四大设计园区 为设计产业 创造可长可久的基础环境 让世界的财富 资讯和人才都汇集到首尔 设计不是简单的表面功夫 它可以成为城市竞争力的要素 经由全面的自我解释 自我强化 自我改造 梦想的终点 首尔正朝着世界前五大城的目标本去